歡迎各位意有全面進場 10月13日星期五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根據網媒《追新聞》的報導所說 有多名持有BNO簽證的疑英港人 在英國透過永明金融拿回強積金 而他們在暑假期間入境香港 遭到自稱是廉政公署的職員帶入房間問話 在扣押48小時以後被沒收旅遊證件 並且要定期報導 講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告一叫記登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追新聞》的報導是怎樣說的 報導就說 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 有多名移民了過去英國的香港人 在社交網絡群組 認識了一個永明金融的保險從業員 而他們根據保險從業員的指示 在英國找了一名律師 宣誓 宣稱自己永久離開了香港 然後保險中介會安排一些文件 那些文件其實就是公稱申請人已經移居到大陸的其他城市 從而協助這些移英港人 來辦理手續拿回強積金 消息人士又說 由於暑假是回港的高峰期 廉政公署開始殺網 主要是針對那些持有BNO簽證 又曾經成功申領強積金的香港人 在他們入境的時候 採取截查行動 並且帶到警署文化 將他們扣押了48小時 又沒收旅遊證件 准許他們保釋 但是要定期回警署報道 目前仍然未控告這些人任何罪名 不過有不具名的前廉署人員說 年底將會落獲 而追新聞從多個消息渠道得知 確實有人從不同途徑拿回強積金 而且都是通過永榮金融來處理 有部分申請人在加拿大和澳洲 取得永久居留權 有部分人在台灣獲發金卡 這些人都成功拿回強積金 亦都在香港出入自如 並沒有被捕 目前透過永榮金融 拿回強積金的群組已經解散了 有曾經拿回強積金的BNO移英港人 在獲得消息以後 已經不再敢踏足香港 擔心有被捕的風險 而根據廉政公署條例 廉署可以將被捕人士扣留最多48小時 以便作出進一步調查 廉署也可以向裁判官申請 要求授查人士交出持有的所有旅行證件 一旦申請被批准 受到調查的人士 在通知日期期六個月內 就不得離開香港 除非被調查人士成功申請 並且獲得批准 發還旅行證件 或者獲准離開香港 以上就是追新聞的報道 實際在過往的一兩年 其實在很多個移英港人Facebook群組裡 我相信大家也會察覺得到 每當有人去提問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回強積金的時候 總有一些保險中介 就在那些貼文下方留言 他們就說 我們有方法是可以幫你拿回強積金的 而且那個手續是很方便 你有需要就PM我 他就沒有再進一步說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過這些留言 就在群組裡做招來 告訴別人是有方法可以拿回 但是實際上來說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凡是通過BNO簽證 移民過去英國的香港人 其實已經沒有任何一個正當的方法 是可以申請拿回不強積金的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存在 但是 總有一些保險中介 在Facebook群組裡 說出生意 告訴別人是可以拿回的 大家就知道 其實這些人 他們所使用的途徑 其實就是灰色的手段 就不是一些正常的途徑可以拿得到的 如果大家到現在這一刻還有幻想的話 我就想告訴你 正常的途徑是拿不到的了 如果你純粹拿著BNO簽證的話 是不行的 就算你拿著BRP卡也好 或者是拿了BNO簽證 也好 是拿不到的 但是那些保險中介 為什麼會去告訴別人拿到呢 當然是他有方法 而他用這些方法 其實都是有代價的 對於那些申請人來說 其實就要給回一筆 相等於強積金總額 接近兩成的手續費 就給個保險中介 我看以往的報道就是兩成 到底他期間有沒有增加有沒有減少 那我就不了解了 反正就怎樣都要給回一筆佣金 比如說你拿回那筆的強積金 100萬的 那你就可能要給回20萬佣金的保險中介 始終他也有風險 我經常都說 蝕本的生意沒有人做 殺頭的生意沒有人做 他沒有了風險 其實就會被人拘捕 那個保險中介應該被人拘捕了 不然就不會連那些申請人 在入境的時候 都被人拿去文華 那我的立場其實就很簡單 也是很清晰的 就是說 凡親任何一個香港市民 如果他是真心誠意地相信 他自己真的決意 要永久離開香港的時候 那其實就不應該用任何的行政手段 或者是方法 來卡關 阻撓這些市民 去申請拿回強積金 你應該是要發還給他便利這個手續 才是 奈何的就是說 特區政府之前就說 他不再承認BNO護照 也不承認BNO簽證 導致有一大群移民到英國的香港人 拿不回強積金 我當然不同意用這些方法 來卡關 我也是認為 現在這一群 用灰色手段 來拿回強積金的移英港人 他其實就是外於沒有一個正常的方法 就被迫來挺而走險了 那 即是 他們其實用一個什麼的方法 來拿回強積金呢 用什麼灰色手段呢 正如報道裡面都有約束提及過的 就是保險中介 會安排一些文件 聲稱那個申請人 移居了回大陸 這些手段 其實我以往在節目裡面 是有提醒過大家 一定要警惕、小心、謹慎 為什麼呢 因為用這些手段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是移民了去英國 但是由於保險中介 他幫你安排的文件 就說你是移民了回大陸 或者不要說移民 移居 或者怎樣也好 總之呢 就做一些文件出來 比如說 喂 你在大陸 舉個例子 可能在深圳有個單位 請你的 他就做一些這樣的文件出來 令到那個 強積金 受託機構 即現在這間就是永明金融 就相信 這個申請人呢 他真的移居了上去大陸 然後呢 批准你拿回那筆的強積金 當然我認為 喂 一個市民 如果他永久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申請拿回那筆強積金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是不是 因為那些錢是屬於那個市民 辛苦賺回來的錢 是屬於他的私有財產 那拿回沒問題 但是你拿回中間的手段 如果你提供了一些文件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就糟糕了 我們以前是有提醒過的 叫大家為你小心 因為他用的那些文件 其實是沙哩弄重的 因為你移民了過去英國嘛 但是奈何就是你 無論在英國裏面提供任何的文件 租約 或者是 那個 叫做工作的合約或者怎樣都好 都不看的嘛 我相信很多人曾經申請 就禁止了 不批准你的嘛 於是有些人就用這些方法 有些保險中介 從中作梗 就告訴別人 拿回的 你拿吧 我幫你安排文件 不過成功之後 你就要給我手續費 就是用這些手段 我勸過大家不要抵抗的 那 那 現在呢 這一班 我相信現在是有幾個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 反正據報導所說 就說有多名 就用這些灰色手段 拿了強積金 又回到香港 現在就出事了 那其實呢 就現在是保釋當中 就未曾說 下檢控的 那問題就是 他就算不下檢控也好 因為你受調查的那些人士 就六個月之內是不得離開香港的 那你就已經是很嚴重了 因為 你移民去英國的時候 你五加一裡面 頭那五年 在任何的十二個月裡面 都不能夠有超過一百八十日 就離開了英國的 那 就變了 如果說六個月之內不得離開香港 就一定是超越了 一百八十日 這個日數 那 就算到最後 這一群人士 他沒有檢控他的 可能 走得掉 那 但是呢 你最起碼一個代價就是 你要重新計過 那五年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萬一真的告他的時候 那 那就更加是得不償失 那 而且萬一告他 又告入了的話 那 將來會不會是影響 到你申請永居的時候 因為你要提交 究竟過去五年有沒有犯罪的紀錄 或者怎樣 那 那就很愚蠢的 所以呢 我就勸大家 你千萬不要再在網路上誤信 那些這樣的保險中介的宣傳 那些是不良的 屬於是 他當然是告訴你 我有方法的 而且這些方法呢 就沒有問題的 很多人都試過的了 拿得回的 沒問題的 拿回自己的錢 有什麼問題的 他一定會這樣說服你的 因為他也有錢落袋的 大哥 他幫你拿回 他不是白做的 你要給回勇的 所以呢 我勸大家 不要誤信 有正當的方法可以拿回 但是我會理解部分人 為什麼他心急 一來這些錢 就屬於自己辛苦賺回來的 拿回有什麼問題 一定很多人會這樣想的 我也是這樣想 是不是 很坦白 但是在你拿回那個 手段裏面 如果你是給了一些 就是文件 你明明是移民了去英國的 但是又告訴別人 你移民回大陸的 回大陸有人請你 或者怎樣的 那這個位置是出事的 那裡死的 二來就是可能有部分人 他移民了過去英國的時候 可能他自己手上都很緊絕 竹琴見爪 於是 就被那些這樣的 不良中介 就說服了 就去申請拿回這些錢 正如報道裡面所說 如果你是通過這些灰色手段 就是把一些不真實的文件 拿回這筆強積金 那這些人就不要行險以僥倖 因為 你一回到香港的時候 隨時就被捕 所以我也是勸喻大家 在沒有辦法之中 最好的辦法是怎樣呢 就唯有等到 真是五加一都批了以後 真是正式轉為 拿這個英國公民護照的時候 拿著BC 那就再申請 但是到時候能不能拿回呢 又是後話的了 到時候他會不會有修例呢 一會兒又說 他不承認通過BNO簽證 拿到英國公民護照的人 等等 這個就是後話 但是你現在這一刻 除非你說你永世都不再回香港了 那就告訴你 你自己決定 我經常都說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決定 而你做任何事 你都要清楚 有什麼後果 這些是會出事的 這些 但是如果你說你周不時 你都還會回香港的 那我就勸你 你就不要 停而走險了 是吧 因為不值得的 是吧 你如果你有必要 還要回香港的 你又搞這棵東西 你真是只會搞 至於說 在你拿回這筆強積金以前 我也再提醒就是 在這一段時間裡 你就記得 定時登入你那些 強積金 那麼 的戶口 最好其實是整合在一間裡 不是叫你拿回 叫你整合 因為你都離開了香港 你不會再在香港打工 理論上 除非你回流 你沒理由 就把強積金分散在幾間不同的 受託機構 你應該集合在一間 你認為是最方便的 或者你認為回報是好一點的 總之集合在一間的時候 然後定時登入它 就是更改那個 組合 因為它其實是給不同的基金 你選擇的 總之就是 加夠100% 為止 定時自己轉 對不對 不要去買港股 買了這個 大陸成份的基金 你自己一路虧 就一路在網上 吵 沒有用的 你吵也沒有用的 你既然這幾年都還要被迫 焗賭的時候 你唯有玩得聰明一點 玩得聰明一點 你唯有選一些 回報高一點 最起碼你不要虧 這幾年 美股的走勢是好的 不是代表永久的 所以我也提醒大家 你定時要變更的組合 因為既然這些錢屬於大家 屬於你自己 屬於私有財產 到你5加1結束 拿到BC以後 到時再能不能拿回 這就很豪華 但是最起碼 在這段時間裡 你就沒有理由放任它不管 如果你說 我躺平了 不管了 萬一到時這些錢 真的能拿回的時候 你又不要怨 又說虧錢 因為它其實沒有封你網 你在英國 你照樣可以登入香港的 強積金機構的網站 你可以轉 至少現在這一刻是可以的 那你要做的 這些事情 如果你說 我躺平了 不管了 話之他 你懷疑你 你自己牙痛聲 就很無謂 我們就常常提醒大家 這些事情 就未必個個對聽 因為你罵他強積金 就有很多人對聽 老實說 罵就是所有人都會罵 我早就支持取消強積金 問題就是 你罵完之後 這是流於情緒的發洩 對你其實沒有作用 而我們這個節目 最大的作用之處就是 不斷地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見 有建設性的意見 給大家去做 而這些意見 其實是證實了有效的 比如說我們提醒大家 喂 我們兩年前都已經有說了 喂 你強積金的投資組合 既然大家這麼多人都蝕錢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緊一點 不是每天都蝕的 最起碼現在這一刻 你如果買歐洲或者美國那些 這樣的基金 美股的 歐股的 那我經常就覺得 喂 既然大家是要迫住 參與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不斷地放負啊 或者是散播一些 極度負面的消極情緒 對 沒錯 現在這個情況是很消極的 移民了之後 用正當的方法又拿不回來 但是 你消極中 要見到積極才是嘛 就是說 喂 逼著玩的時候 就要玩得聰明一點 起碼你在帳面不要蝕 我認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喂 如果你帳面已經是蝕到軟軟軟的時候 啊 蝕到一半以上都沒有了 到你爭取得回 那你也是沒有了的啦 大家明明我說什麼 當然有些人不是這樣看的 有些人就覺得 欸 整個情緒啊 各樣東西都 那你負面你自己走在一旁 我這裏一向都不負面的 啊 你不要用大陸那一隻 躺平的情緒 來去勒索香港人 大陸躺平 你告訴我 他喜歡怎樣躺就怎樣躺 喂 我經常都說 香港人躺平有很多圍道的嘛 他在本地躺平不消費 不代表他在香港不賺錢做乞衣的嘛 他可以在外國那裏洗的 對不對 他可以在外國消費的 所以就不要用這一套來勒索我 就說 最後拿不回了 那人最終兩個人一身 那用不著讀書 用不著做事呢 但是你會不會教你兒子 不用做事的了 不要讀書 做黑衣就可以了 隨便吧 不會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這個節目 也是有社會責任在這裏 你現在避兇 凡親好像說這些 有些什麼東西 保險中介老點的 你又不要上去當 好老實 你說就算被你拿回 一來你就 已經是又要給了一筆佣金 是很愚蠢的 有些人如果多的 強積金 幾十萬的 真的 你給兩成出去都好是東西的 二來就是 原來你這樣搞法 就回香港會出事的 那就不值得嘛 整件事是不值得的嘛 那以往有些案例呢 其實就是說 有些中介呢 就會在一些的 社交平台的群組那裏 就做宣傳啦 那然後呢 就告訴那些這樣的申請人聽 就可以走去發假誓的 就俄稱自己是永久離開香港 比如說自己去移民 這些就是以往幾年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呢 實際上那個申請人呢 就不需要真的離開香港的 那些中介會怎樣說呢 就說他們會有一些專職的律師 就為客戶發一份的律師信 那這份律師信究竟是堅定留 你都不知道啊 其實是 究竟有沒有那個律師的呢 或者那份律師信 他本身又是不是偽造了你 鬼知 喂 那個中介都可以幫你偽造一些文件 告訴別人你是移民 或者移居到大陸 那你都不知道那份律師信是堅定留的 所以就沒有信 那份律師信是怎樣的呢 就是要證明 由於客觀的原因 最終沒有辦法離開香港 那就不會被職金局審查的了 當然不是啦 萬一查起來的時候 一樣是沒有用的 啊 那而且呢 法假誓呢 亦都是不行的 啊 那是違法的 那但是那些中介呢 往往是會繼續慫恿那些申請人 就說 你放心啦 是不是啊 這些東西呢 沒事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最緊要就是怎樣呢 當你成功拿回那些強積金之後呢 就要給回一筆的佣金那個中介人 那所以呢 其實那些的手法呢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 啊 一個就是一定涉及佣金啦 第二個就是他會製造一些文件出來 令到那個的強積金受託機構相信這些文件是真實的 所以大家理解到這些這樣的情節以後呢 就千萬不要誤信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